大家好,ASTE到我 今次就介紹TOMICA50周年的香港限定 這個日產是什麼? 它是日文 雖然香港限定,但仍然是日文 我忘了叫什麼,是不是Fair Lady之類 我忘了 我也存了很多這個,但暫時還沒記得名字 為什麼是香港限定,應該是香港的代理商 萬順吧 他們訂單的 直接印在這裡 但仍然是有他的貼紙 他自己訂單後,還是繼續貼他那張萬順貼紙 不知道這次的盒子下面 哦不是,還是照有日文的東西 還隱隱隱約見到 它照貼的,不是很清楚為什麼 貼了自己的資料,還是要再貼一張貼紙 全部印在這裡也要貼 挺有趣的,香港的代理商 order 所以就香港限定 暫時都 在兩個地方買過 現在暫時就 就是下假6月,應該還有的 在尖沙咀的玩具反斗城 55元 我這個就叫做二手 不知道他有沒有開過來玩的東西 那就45元買回來 不知道為什麼會便宜了 哦,真的是Fair Lady Z Fair Lady C 說實話,我那些都拍在哪裏 已經收到忘記了那裏 應該都,我猜第二層 我猜第二層裏面 這次有趣,它是黑輪 正常有銀色的 這次是全黑的 黑銅金色倒銀 閃零零 挺好玩的 功能自然就是避震開門 因為都是舊帽子,所以仍然有開門的功能 現在新車是比較稀有的 在金屬帽子上有功能 正常有的都是膠的 這個燈真的挺有趣的 不知道它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Fair Lady Z 那我就嘗試在這堆東西找回其他Fair Lady 出來吧 好,那就 這格吧,最原先的55元 接著之後就有40號 兩格Fair Lady Z 這格是否很清楚為何會轉了號碼 55變成40號 40周年的時候又有一個特別盒 這格子 到50周年又有限定車 這格子 看得到幾單釣 對 呵呵 不是太漂亮 放在一起 加上紅色吧 這格比較舊 即是我 很早之前買過那隻狗 這格子 所以也很殘忍 很殘忍 這個沒有開門功能 不過有這個開門功能 挺有趣 這個Fair Lady Z 的 Worlds Worldster 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哈哈 除了一個頂部改了之外 所以最相似就是這兩格 還有的呢 就是他 這些 的 是不是 都是Fair Lady Z 一個比較賽車型的Fair Lady 又有定尾翼 然後又搭了一塊東西 這個好像是展會限定的 還是Toyce of Us 我忘記了 好像不是 應該是玩具反過程之類 我沒有什麼人像是展會 是展會的話 一定印了 不是展會 我不知道是什麼版 這兩格是40號 也是避震開門的 底部一樣 但帽子改了一點 所以Fair Lady Z 都用了很多次 所以我是沒有可能儲存的 那我喜歡又 叫二友的 就買了 對啦 至少有原裝的 我就滿足了 那好吧 今次這輛車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喜歡就記得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